小伙伴大家好 我现在在湖北武汉 这里是武汉市的武昌区 我现在走在一座天桥上 今天来到这里是带大家去看一座武汉的最新建造的一座商场 就在前面这里 有人可能会说武汉有这么多商场 为什么要来看这座商场呢 因为这个商场是最新建造的 现在还没有开业 据说是在这个月的月底可能会开业 因为这个商场它建造成功之后 说是武汉最大的一座商场 所以今天我也来慕名参观一下 这个商场就在武汉市的武昌区 旁边就是宝通寺 看在这个山上有一座塔 在武洛路上 这边就是武商梦时代 是最新建造的一座商场 据说这个商场它的总面积达到了80万平方米 我记得南京南站那个火车站 好像总面积也有70万平方米 这个比南京南站还要大抽10万平方米 非常的大 确实是非常的壮观 有人说武汉的这个商场建造成功之后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座购物中心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 因为之前在成都的话有一座环球中心 据说那个环球中心也号称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 也不管哪个商场是最大了 只要这个商场建造好 能够更好的服务人民才是最好的 现在这个商场可以看到门口 还有这个围栏在拦着呢 因为它这个现在还没有正式开业 据说要到这个月的月底 可以看到前面这个广场上 有好多人在这里忙碌着 在进行最后的准备 开业前的准备 这个商场的门口还有一个海豚一样的雕塑 现在这个商场里面大部分已经装修好了 就是门口这些这个广场上的一些花草的摆设了 现在这里非常的繁忙 有好多人在这里啊 在做最后开业前的准备 打扫卫生 看看这个武商梦时代 从外面看确实挺大的 它这个是一个整体啊 这个建筑全部都是一个商场 这个地方我之前还来过 好像是在今年的7月份 当时来这里的话 这个商场建造成功还没有装修好呢 从7月份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三个月这个商场已经装修好了 即将开业 估计这个商场开业的时候 那几天估计人流量应该不会少的 因为一般的商场开业前几天 人流量都是非常大的 但是在这个宝通寺这里啊 因为这个这边有一座地铁站 我看这块的商场也不少呀 因为在这个武商梦时代 前面不远错 就是这条路的前面 那个十字路口 那块也有好几座商场呢 如果这个商场开业之后的话 估计这个商场开业之后 把前面那几座商场的人流量都会吸引不少人 今天是10月26号 据说是在月底前会开业 我不知道月底能不能在武汉 如果在的话都是开业来的话 开业之后的话再来带大家看一下 现在去下面看一下 这个商场投资也不少啊 听说这个商场建造成功 总耗资达到了150个亿啊 用16年时间才建造成功 从外面近距离看一下 确实挺大的 这里面地上有十几层呢 如果在里面逛街的话 估计逛一整天都逛不完 门口这块人还挺多的 这个尾档还没有撤出 它这个招牌已经打出来了 这个商场里面入住的企业 优衣库华为等等一些品牌的标志 已经做出来了 现在里面进不去啊 现在好像只有里面的商家才可以进去啊 必须得带工作牌